好 喂 师傅好 你好 给师傅请来请教师傅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低功菩萨当年在人间有一句非常聪明的四句寄语 叫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流 世人若学我必定堕魔道 那么这个后两句话有什么残疾呢 是不是想说一个大菩萨或者是一个正果的人来到人间弘法的时候 有时候会不拘泥于人间的戒律和形式 我们跟着一个师傅修行必须要依止于他的佛性 绝对不可以用看待世人的眼光去看他在人间的一些行性和做法 有点悟性你 喂 喂 听得见吗 听得见 我说你有点悟性 实际上世人若学我 对不对啊 就是实际上他就做一个 他有两种含义 一种就是 在这个世界上做了很多的事情 其实大家要想一想这个事情对不对 对不对啊 那我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 你比方说那个豆豆先生 Mr.Bin 对不对啊 他做了很多的笑话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目的是让社会上的人知道什么叫丑 什么叫恶 明白吗 并不是他真的他会到商场去偷东西啊 他真的是做这么样的烂事啊 他不是的 他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 非常的绅士 对不对啊 是为了警醒世人 对了 那么极空菩萨 想想看也是为了 他警醒世人 极空菩萨 他吃什么狗肉啊 他到他喉咙里就化掉了 就没了 他根本到不了他的床子里的 人家有 人家有法律的 明白了吗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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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